好,这个是官媒的视频 也上了今天的热搜 就是悉尼的天空出现了李文 悼念李文 这个英文我也不会念 今天是2023年8月1日 像这个东西上 这种悼念的素材 还在上热搜的话 就不合适了 因为北京河北天津 这遭灾了 冲了那个车 像个小玩具在路上 到处都遭了大灾了 那个西浪热榜 你还搞这些个东西 真的不合适 还有一些个还有其他更不合适的东西 给感觉你这里遭灾 人家那里五兆跳 九兆喝 很不合适 你说水射火热 你就强迫人家不能悼念 所谓的艺术啊 美好啊 其实艺术和美好 就是吃饱了秤的一个东西嘛 这个吃饱了秤的也不都是消极贬义的意思 人人都希望过一种吃饱了秤的生活 就是你吃饱了秤的 你不能强制人家不能吃饱了秤的 但是你水射火热呢 你就你也没办法说搞吃饱了秤的 这两者呢 就是两个世界 两种环境 两种状态 现在是水射火热要救救人命 就不要搞这个吃饱了秤的 就是现在是你的事 你这里碰到的问题 眼睛那里是搞艺术 搞悼念是眼睛的问题 人家要继续搞 都没关系的 相互不怎么冲突 但是要给放到一起来 你就显得不时宜啊 我说的这个还是有一点点不时宜 还有比这个更不时宜的了 就是舞躁跳 歌躁唱 酒躁喝 是吧 继续搞合影 继续搞兽贤 那你很不合适 是吧 真的不合适